第一季的中年好聲音就圓滿結束 所以今天STARTALK的這位嘉賓 我們特意找來其中一位 受到觀眾喜愛的參賽者 他就是龍亭,你好… 你好 其實很多人都說 你在賽前是大熱滿的 最終拿了一個 你在觀眾最愛好聲音獎 始終拿不到三甲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點失望呢 更開心 更開心 這不是觀眾最喜歡 我作為一個歌手 還有我以後要走的路 這件事很重要 失望其實沒有的 因為我看到他們唱得很好 吉吉、佳佳和雷媽都唱得很好 但熱滿不是我自己說的 而且每一次去比賽 我都是盡力的 其實我19號那天,我沒有聲音 到了23號,其實我好起來 我有點聲音,但不夠力氣 第一首歌是有點…不夠氣勢 是 然後第二首歌,我就跟自己說 你…你最好機會來 你要… 你要取回一些分數 對 其實我是很盡力地唱這首歌 很盡力跳,很盡力咬字 我覺得好,我盡力令我的心很暢快 不夠了 對於我來說,我釋放了自己要做的事 之前自己又開演唱會 然後又去過央視 又去過比賽,獲得了星光大道冠軍 然後又去過春晚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演出經歷 為何真的要參加一個 中年好聲音的節目 其實你想獲得甚麼 我以前沒有去賽街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是普普通通 真的不知道我會被大家肯定 後來去了張電視台 然後獲得了冠軍,上了春晚 但坦白說,那時候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不會去關注這件事 可能很多香港朋友都不知道 我真的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這件事已經過了幾年了 我不可以永遠停留在 也挺好的那件事 風光 對,我不可以經常想著 我曾經做過那件事,我要向前走 我便選擇了來比賽 希望多點觀眾可以看到我 我不是…我只是街演 所謂街舞,街頭唱歌的時候 其實都要面對很多事情 對 是 是不是也有很多聲音向著你 他們很吵 他們是大媽 他們收錢,很多負面的聲音 TVB真的很有魔力 因為很多人都看了這個節目 認識到我 很被人專長、很被人喜歡的感覺 是在比賽之前想不到的 可以有這方面的得著 現在人見人外 我出街,只要跟我有眼神接觸的人 他們說是小老女 我拍張照片,好 喜歡你,好,支持你 謝謝,出街吃飯 行了,那張台,你去吧 排隊也行 我沒有想著我現在是什麼身分 我真的覺得我是唱歌的 我可以令你們開心、歡樂 我有用 因為唱歌是自己本身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有這麼多人來 你真是好聽 小老女,我們喜歡你 我真的開心得到,很開心 他天對我很好 覺得自己很幸運 相信友誼也一樣不例外 什麼時候開始慢慢 真的跟一群一起熟落了 是,我很保護自己 我會擔心有什麼做得不好 失禮人或者令人覺得我不好 當時我觀察這個人是甚麼特質 覺得誰適合我才下手 交朋友 交朋友就立即下手 不是說拍拖,只是交朋友 慢慢26強之後 認識其他人 因為開始有含唱的環節 慢慢和大家熟落了 是,每個星期出去看節目 星期二,八點半 大家又一起吃飯、一起看節目 那些氣氛好得好 是 大家一起歡呼,一起在這裡笑 我覺得好像回去讀書的時候 是 就像一家人的同學或親戚 一起才會有那種感覺 是 令我很感動、很溫暖 跟他們一起見識 你開放了自己 對 完全出夜街,又跟他們聊天 對 卡拉OK、私人會所 吃飯或酒包 我這麼多年都沒去過 男生有誰比較熟悉 可能跟丁文俊的合唱較多 跟他比較熟悉 所以就出現了悲聞男友 對…為了收視率,算了 最初那時候是否覺得很有趣 為何突然說了你們兩個 會變成啤酒嗎 對 不知道 因為愛情,她… 你愛情,我愛情你悲傷 所以一切都是聽聽的模樣 我在這裡坐了一點,不要緊 我當作聽不到 然後他們聽得出 原來是唱婷婷的模樣 是這樣的嗎?我自己也聽回 對 你有沒有問他 其實是否唱歪了 他說是…不知道為何有甚麼事 就唱成這樣 他知道他也不會這樣做 誰敢都改 可能他有些意思,你不知道 我覺得他沒有 你出活動又來一次 對,我簡直笑得 我怎麼唱,你叫我怎樣接你 接不到 不是,亭亭也無恙 好像差不多 簡直是龍亭亭無恙 對… 我聽到一群人湧出來 知道甚麼事 氣氛 穿著做到氣氛出來 氣氛 但有機會嗎?阿丁文俊 大家都是朋友 是 我比較專注工作這方面的事 過了一個比賽 我都希望大家關注我唱歌 或者關注我的樣子也可以 中年好聲音 到中年的時候 你自己怎樣看愛情這方面 我覺得工作比較穩陣 靠愛情很容易失望 你的經歷令你有這樣的想法嗎 不是,我覺得愛情可能始終三個月 一年就過去了 可以很長遠 是嗎?反而我覺得努力去做事 這方面的回譜 以及滿足感 令我覺得幸福快樂 是,而且自己能控制,是嗎? 是 有機會讓我去學一些心事 或者去嘗試我沒做過的事 我也是開心的 希望你接下來有更多不同的發展 不論拍劇也好,唱歌也好 不要給團伙式,好嗎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